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 今天的大盘稍微做一个指吻 那现在周董对大盘的观念 看法跟过去有一点点不一样 过去周董讲过 我周董台积电在这里 未来如果来到这个光荣的价位的时候 相对的我们的加权股价指数 也会跟着来到挑战过去的荣光 可是为什么今天我告诉你 我们的看法有一点变动 当然简单 因为昨天不寻常的下杀 周董认为这个盘真的自己示弱 也就是这个盘 其实我们按照多头来讲 把福尔洗掉就要往上走 不至于说马上创新高 可是你一定要拿出你的担当 拿出你的格子 拿出你的架势 了解吗 昨天这个黑开相对的 它是一个弱势的表现 什么叫弱势的表现 也就是大家来看 大盘 对不对 不外乎要走常多 必须要洗这一趟 这一趟洗了4700点 洗过一趟以后 甘愿了对不对 往上再拉抬 拉抬过后相对的 我们俗称要再打一只脚 再洗得更干净一点 所以又洗下来 让我们赚了1400点 隔天还赚了331点 还记得吗 我们的期货 再洗这只脚相对的 我们还是依然的买进台季店 这边买813的台季店 这边买888的台季店 买两次 买好买满对不对 那我讲过 台季店过去在这 未来会跟这 了解吗 那相对的 果然台季店来到了1025的价位 甚至上礼拜四的晚上 周董还亲自的告诉会员 整天晚上没睡了 来到了1045的价位 台季店 了解吗 那时候买心欢喜的是什么 台季店只要站稳1000块 那这个大盘就没有问题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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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盘会怎么样 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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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可是事与愿违 为什么 且不论 我们为什么 昨天要杀这一根 将近快600点 且不论 重点 我这意思说 且不论就是原因 不要去想太多了 不管怎么样的原因 不管了 了解吗 他终究是杀了 终究杀了以后 其实他只剩下一条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盘我讲过 他如果是真正的多头的话 相对的 昨天杀了个对不对 杀那一个对不对 故意的扶我对不对 再洗一次对不对 那未来怎么样 听听过高 听听过高 了解吗 而且一路不回头 那如果没有办法走出这样的走势的话 相对的 有疑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这个量 又缩了 所以未来可以直接过23000吗 直接过来到23000 甚至一路扶药之上 天天创新高吗 答案 很难 那既然是很难的话 相对的 就不能死脑筋的 一路想说 他马上会到 比如说 我们这个逻辑还是对的 可是相对的 台积电已经来到了1025 期货来到了1045 很明显的遇到了压力 既然遇到了压力 要尊重 好不好 要尊重 那相对的 这样的指数也会慢一些来到 既然会慢一些来到的话 周总会想 好 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去规划这个盘 把这个盘 所有的波动赚到 那相对的 你认同周总的看法的 麻烦现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我们齐全大胜做期货的 做选择权的 少Light 少Telegram 那Light里面会告诉你 今天哪个点之上做多 哪个点之下做空 8点半 记得这个 8点半 我在这个Light免费的 我会给你今天做期货的点位 那Telegram直接告诉你 我怎么做的 好不好 所以想要做期货的 想要学习的 麻烦加这两个频道 那想要做股票的呢 我常在讲 跟这种做股票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也就是上班族 不需要短进短出 了解吗 很多人做股票呢 这辈子不是没有买过好股票 甚至不是没有买过台积电 是怎么样 今天买了等很久 结果呢 等到他快要涨了之后 就把他卖掉去追强的 强的买了以后又套住 了解吗 一天到晚都在换东换西的换股 了解吗 那我们怎么做 我讲过 我的股票没有多少到 对不对 我们的股票呢 锦名 华锦店 联策 百德 金站 跟利基 了解吗 也就是我股票公开告诉你 我就是买主流报波段 在我 也就是呢 你上班族的 相对的 你只要呢 加入周总这个免费的line 你就知道呢 我现在所有的持股 而且呢 这些持股 他要怎么样的扎实的基本面 我全部都在这个line里面 这个light里面 那相对的 添加贵人呢 也要加 添加贵人呢 就告诉你 我今天买哪一档新的 直接公开 那我都不用遮 了解吗 这就是加入周董呢 免费股票群组的最大的好处 那相对的 我爱台股 跟爱数学 爱台股是想说呢 他会一路的攻坚 比如台积电呢 来到过去的荣光 我们的指数呢 有机会来到24416 了解吗 这就是爱台股的表现 可是相对的 我们要尊重数学 了解吗 因为台湾股市的走势 不是我说了算 不是我们认为呢 今天开始呢 就一路大涨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说实在的 也不用周董分析了 你自己做 周董呢 告诉你 答案跟我一样 那为什么呢 你做不来 答案就是 我知道 要按照数学 而你不知道 了解吗 那个节奏 我知道 而这个节奏呢 你不知道的话 你常常会踩错 踩到别人的脚 了解吗 完完全全的乱了套 也就是呢 该买的时候 该咬住的时候 你都不会 今天买这只啊 明天卖那只啊 后天买新的啊 大后天卖新的啊 对不对 你永远做不好 可是我知道 数学 这我发明的 那数学呢 要做的是波动哦 相对的 他也是外资的克星 那这个数学是什么 关键价 试试先开不开一下 好 关键价 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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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这啦 好 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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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是这条横线 这条横的 了解吗 23,000 这条横的 那相对的 23,000 是我的关键价 他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这个大盘 如果真的要成为多头的话 你就要在23,000之上 哪怕是23,000 0一点 23,000 0二点 2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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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价之下 就是空投 了解吗 那可是重点来了 他又在十日线之上怎么办 那答案就很简单了 关键价之下 康陶 十日线之上 得陶 对不对 一空一多 那怎么办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期货开盘价 每一天早上的8点45分 期货开盘过后 以期货开盘价为基准 上多下空不得有误 就这样 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不用自己想 你想的一定是错的 你想这个大盘会一路往上 错 你想这个大盘会一路往下 也错 了解吗 只有周董的关键价 失线跟期货开盘价 才会对 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 我可以掌握大盘对的方向 稳稳的做 对的方向就能够钻 期货是如此 选择权也是如此 了解吗 我常在讲 你期货消贪 你要空最高 你要买最低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你有没有试试看 原来的昨天晚上 22006是低点 早知道22007买进 对不对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来到了22463 对不对 早知道22460把它卖掉 对不对 这样哪个赚400多点 知道吗 你永远都在看后面的 也就是事前诸一样 事后诸葛亮 了解吗 你永远都在想空想旁 了解吗 想那个低点买到多好 想那个高点空到多好 都总不会这样想 了解吗 我们就照做 当我的关键价出来以后 对不对 来 我讲过 我说你只要想 一个月 稳定的抓到 记得先抓到方向 然后再做那一边 而不是想要空最高 补最低 了解吗 想要做价差来回一天 多空多空来回做 没有这种事情 先抓方向 方向在哪里 比如说方向是空 对不对 今天做空 明天做空 后天做空 大后天做空 天天做空 了解吗 空到什么程度 空到它已经翻多了 有没有 突破失线 突破关键价 突破期货开盘价 已经三价同向 网多了 对不对 今天做多 明天做多 后天做多 大后天做多 一直做多 做多到它翻空为止 你要有这样的想法 你才可以赚到 赚到的话 要怎么做 一个月 我答应你 冷清掉 2000点 2000点 很容易说 那你把以前的绩效拿来讲 我说我不来这一套 来记得 今天是10月1号 10月1号 today 所以我今天归零 什么叫归零 我比如说把我的技术器 先从零开始 了解吗 过去的绩效都不累积了 今天开始 今天如果没有做 那就是赚零点 就这样 如果今天有做 来 140 107 就能抓 所以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起来 247 这是上个月的 9月1号到30号 也是这样 刚开始180 第二天 1400 第三天 331 一路一路的累加 这些都是带会员做出来的 了解吗 今天这张字卡 明天绝对不见了 明天就是这样 老实的 从10月开始记 过去就过去了 了解吗 所以看周董期货的节目 你会成长很大 为什么 过去就过去了 过去赚200万 过去了 了解吗 今天开始 今天赚 好不好 就这样 稳定的做到一个方向 好 那我怎么做的 来 我说我们就是照做了 给大家知道我们怎么做的 来 这个是周董的期货 带这56个人 好 那早上10点05分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时间点 我说空少一点 那为什么要空少一点 因为现在在走反弹 所以我们还是看空的话 必须怎么样 不要all in 比如说过去做八口 对不对 现在做四口就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那空磁月台子期 空的区间有一点点大 周董承认有一点点大 可是值得 了解吗 值得 我等一下会讲 我怎么想的怎么看的 好不好 那相对的就空到了 有没有看到 空很久 这个是台子期的1分K 那很多人都这样 今天一开盘 都不知道他的强弱度 周董今天揭开这个谜题 开盘你要记得 昨天有夜盘 所以这个字打错了 应该是9月30号的夜盘 夜盘 夜盘一定有一个最高点 跟一个最低点 那相对的 如果今天开过昨天夜盘的最高点 叫做强多 如果今天开过昨天夜盘的最低点 叫做强空 了解吗 那如果在中间的话 那相对的 比较中性 了解吗 好 那相对的 今天一开盘比较中性 对不对 周董就不理他了 而且开盘价之上 开盘价之上 我们等他反弹 等他反弹完以后在这边空 等一下会讲 为什么放空 好 那这边空了呢 的确有赚140点 的确有赚那么多 了解吗 来 这一个另外一组的 你会发现 颜色不一样 这个叫做周董期货清贷群 这个叫周董期货大胜群 那你会问 做机会就做机会 分担做要怎样 周董告诉大家 期货有的人很有钱 了解吗 一次可以做20口大台 那一样做期货的 有的人的钱很少 只能做4口小台 那你想看 这两种人 如果放在同一个群组 更做会 这样子对吗 不对吧 钱多的 要到钱多的群组 为什么 可以做策略单 因为周董的策略单是 买进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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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不设停损 所以他必须拿出 double的钱 也就是期货大台一口的钱 还有再重复 一样大台的钱 了解吗 等于你要做一组 要拿两套期货大台的钱 才可以做一组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钱多的可以做策略单 那钱少的 做单边 所以做单边 有没有看到 就直接做单边 好 做单边 等下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做 好不好 这个就赚了107点 所以 所以两组 都要算我的绩效 都要算我的绩效 所以一个人赚了140 140点 一个人赚了107 加起来是247点 那一定会问 有没有人同时在这两组里面 周董告诉大家 有 而且很多 了解吗 为什么 当然很简单 如果一天可以做两次的话 何乐而不为 一次做策略单 一次做单边 了解吗 这就是周董 来 那今天怎么做 告诉大家 第一个 比较有钱的 比较好严的 周董是这样看 这两天 大盘是不是 无预期的转弱很多 也就是空方发动 讲难听一点 就是空方发动 那你会问 你不是看多看得好好的 怎么会空方发动 答案简单 这一天 这一天 礼拜四夜盘 期货来到了23395 了解吗 台积电来到了1045 周董认为隔天的日盘 有机会续抢 了解吗 结果隔天的日盘 直接开高 一路往下杀 往下杀 往下杀 而且还收最低 了解吗 这时候周董的警觉心出来 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股市怎么会被人家这样杀 对不对 然后结果礼拜一就出事 礼拜一带跳空 带跳空 跌了快600点 了解吗 而且你也看到说 有量 那你会看说 那量比前面小 你错了 前面 一天 两天 三天 这三天是不是有巨量 那你有没有看到 只要这样的量 就让这三天买的人 全部套到 了解吗 连台积电呢 1000块 都没上去了 了解吗 直接呢 来到了990最高 而且呢 还收最低 今天呢 好在台积电有弹起来 对不对 那台积电呢 我们有先走 知道我意思吗 今天走的 好 那盘呢 这一根黑K 这支了 这一根黑K呢 就很关键 我们不能说他很讨厌 因为呢 做期货的你要记得 做期货的不能一昧的做多 也不能一直看空 做期货的呢 只能按照数学来做 我们只能说呢 这一根黑K 这支了 关键 也就是这一根黑K呢 它是空方发动 那如果呢 要把它 反为多方的话 很简单 听天长 吃掉它 听天长 吃掉它 那如果呢 有难度 你就不能这样想 更何况呢 今天呢 说实在的 也才年到十日线而已 如果明天呢 再跌破十日线呢 那很恐怖哦 关键价之下 十日线之下 起握开盘价之下 三价同下 所以为什么呢 周董是这样 我们呢 把逻辑呢 先想清楚 可是呢 盘式 尤其是外资在里面 如果外资要强做空的话 来 这边啊 这边外资是不是强做空 我是不是跟着做空 赚2000点 这边外资呢 是不是夜盘又做空 我这边是赚了3700点 这边的外资 是不是要做空 对不对 我又赚了1400点 有没有看到 我都是顺着做 对不对 不要呢 跟外资 或者跟这个 所谓的空盘者对坐 因为呢 你跟空盘者对坐呢 你得不到利润啊 你会想说呢 总有一天会过高 对 总有一天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他已经呢 把你洗到 你没有钱的时候 再过高 你在哪里 你吃不到 你会觉得吗 所以呢 在他在洗的时候 你要赚这一段 后面再赚这一段 你都要赚 所以为什么呢 周董讲过 我说呢 你要看得懂 来 所以呢 今天呢 前提是 昨天那根黑K 周董就呢 觉得不对的 好 昨天又杀到22006 杀太多了 我还是觉得太弱了 那相对的 今天翻担 对不对 全部都认为反弹 好 来 那反弹呢 第一个 来到这里 这里呢 有双高 了解吗 好 这时候呢 周董想说 好 这边做一个切线 破了就转入 破了果然转入 转入以后 我又忍住 我又忍住 忍住呢 等他过 等他过高 这边又带亮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有发现 带亮过后 他已经过前高了 他应该一路扶摇直上 就没有 就没有呢 周董呢 请这个比较有钱的会员 麻烦你空这个区间 区间是有点大 可是呢 周董是这样 怕大家空不到 所以呢 区间有点大 了解吗 最高呢 空到22463 那先转这一段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过两高过后 转弱 一个大区间空 好 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不是转107点 第二个呢 就比较按照数学 为什么 因为呢 第一组比较有钱 这一波呢 跟着周董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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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连转到呢 2223395都在转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一组呢 他是呢 比较没有钱的那一组 他就比较小心 比较小心 了解吗 那比较小心到什么程度 那个有钱的那一组呢 这区已经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还要等 等什么 等破切 有没有看到破切 对不对 你多厉害 你就不要破切 破切 这边空 这边空 所以呢 这边赚的比较少 107点 也不错了 了解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周董做期货 是先抓到方向 了解吗 然后再抓进场点 那抓进场点呢 相对的 我通常呢 是等到弱势的时候 才放空 了解吗 什么叫弱势 一次两次 带亮带亮 对不对 那相对的 这里呢 可以空 这比较危险 那呢 再来一次两次破切 这里可以空 这里就很安全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是最高点 没有空到最高点 可是方向对 稳的 稳的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今天呢 周董呢 不用推出专案 我今天推出的是小编呢 给大家最大的福利 也就是今天你的期货 你的选择权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知道周董做得很好 你想要周董呢 提点你 相对的 打一通电话呢 跟周董连线 免费的找到周董 跟周董连线 电话是0223219933 0223219933 周董保证 你只要打这次电话 一定可以找到 我本人跟你通话 来 接着 股票呢 是这样 我刚才讲过 股票呢 不需要换来换去 可是呢 你要记得 你要去相信 你的股票会涨 了解吗 去相信 去体会 如果你有一点点 不相信的话 哎呀 你的股票抱不住了 了解吗 就像呢 你不相信 你的房子会涨 结果呢 你房子都没买 哪怕是一间啊 你现在呢 跟周董一样年纪 54岁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一间房子的话 真的 真的 心里会很酸 了解吗 今天周董呢 不是呢 落井下石 早知道 我相信你一定会说 啊 早知道房子都不会跌 早知道我就不要嫌贵 早知道我买一间 早知道我买那个20平的一间 也高兴啊 为什么 赚一到两倍 而且呢 还有得住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你相信的话 那不得了了 你买一间呢 一样呢 搭上了财富的列车 那台积电也一样嘛 台积电呢 36块你一定买过 台积电50块你也买过 台积电100块你也买过 台积电200块你可能也买过 可是呢 后面呢 你不敢买啊 为什么 你不相信他月月会涨 年年会涨 你不相信啊 了解吗 所以呢 不相信是一个纯粹的负能量 他让你这辈子 什么都做不到 他如果呢 不相信的话会怎样 一世人买降 书州总讲这么难听的话 他就是真的 如果你不相信东 不相信西 不相信房子会涨 不相信股票会涨 你呢 这一辈子 你会有很重的相对剥处感 可是呢 如果你现在 你今天才相信 才刚刚开始 这种保证 你会越来越好 了解吗 顺了嘛 今天开始相信 买股票可以爆很久 今天开始相信 买主流爆波赚 了解吗 你的财富呢 一定可以慢慢的增加 后面呢 变得很快 了解吗 就像呢 我们的股票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股票呢 刚开始 锦铭 三二三年的锦铭 我们从赚百分之十开始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没有啊 有没有 赚一只涨停 两只涨停 大盘跌两千点 全部吐回来 赚一只涨停 赚两只涨停 大盘跌三千点 吐回来 有没有看到 有一帆风顺吗 没有 可是我们做的是好股票 我们深信 我们相信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从涨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我们是这样一路上来的 对不对 差一点两倍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做股票是这样 都从底部出发 了解吗 百分之一百九十九 百分之八十二 百分之六十七 百分之一百零九 百分之九十七 百分之二十八 每一档都不用追了 有没有看到 华锦店买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哪里用追的 没有啊 都黑K啊 那为什么呢 敢买 大基电的好朋友 有没有解吗 专门做围城防治污染设备 有没有解吗 所以我们有研究到 我们敢买 我们就敢咬住 就像鲨鱼一样 对不对 看到猎物 咬住 赚百分之八十二 那一样的道理啊 百德 你有没有看到 已经呢 赚了一倍多了 那一倍多呢 有什么好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股票抱越久 后面有复利效果 什么叫复利效果 还记得吧 我们百德买六十块 本来一天涨停是六块 百分之十嘛 对不对 六十块 一天涨停赚六块 知道吗 可是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赚了一倍了 现在的股价是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 贪一倍了 贪一倍了 一百二十五 一天涨停是十二块 我们的身份六十块 六十块的成本 一天可以赚 涨停十二块 一天我赚百分之二十 你还在找股票 赚一只涨停 我一天就赚百分之二十 我一天就赚两只涨停 这就是买主流爆拨蛋核子蛋的威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为什么呢 我们买越久抱越久 赚越多赚越快 你懂得吗 这就是一个复利效果啊 就像利基 有没有 刚开始呢 赚百分之十 后面呢 一下子赚百分之二十八 有没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哦 我们呢 买的都底部哦 没有天天涨的 有没有 黑黑黑黑黑黑黑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买的都是有扎实基本面的 那你现在呢 你要找西光之联盟 了解吗 你可以跟周董一样 去拥抱现在呢 还在底部的好股票 因为我常在讲 现在加入了新会员 或者呢 来询问了好朋友 了解吗 你不可以买景名 你不可以买华景店 你不可以买联策 也不可以买百德 也不可以买金站 那一定会问 那不是都好股票吗 为什么不可以买 答案也很简单啊 我的会员买在60块的百德 你120块再追进去 帮我们抬教吗 新会员帮救会员抬教吗 不准 周董不准 了解吗 周董要把你的资金买新的 新的利基 就是小百德 了解吗 那大家买新的话 很公平啊 买新的30块 30.65 大家一起买 一起买 一起买 买新的 重置层层 了解吗 就可以呢 好好的赚到28% 不用跟你们抢 也不用去追百德 因为呢 你现在去追百德 对不对 你心啊 不知 会害怕 了解吗 一个闪失呢 就跑掉了 那个不叫买主流报播段 这个不会啊 这个大家一起买 买30.65的 全部all in 大家一起赚 有没有 开始数 10% 20% 28%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 你的持股有问题 你想要呢 知道周董怎么去找主流的 今天呢 欢迎跟我一对一通话 周董保证 你今天呢 只要打这个电话 把它打通 我呢 一定可以跟你连上线 电话是 022321 9933 02 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